中等目色 中等的 我们现在开始 画山 这个树前面都画完了 也可以把这个前面的树呢 点起 然后再画山 我们先画山也可以 好 我们先勾 这个笔要稍稍干一点 勾这个 这个一个风 风散得去勾 我们调弹幕的时候 这个笔不要调得太湿 稍稍干一点 而且这笔上呢 也有墨色这个变化 不要全部都是中等的 也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就是笔后面是水 用笔尖 用笔尖调这个 用笔尖调墨 它就会出现一些 微妙的墨色变化 先把这个山勾勒出来 笔尖是山水 是很干净净的 墨色尤里西 很微妙的笔 我们轻轻擦一层 笔沾一点水 笔沾一点水 再调一调 这个笔刚才的 这个中等木色来 要淡一点 然后把这个山下面 稍稍打磨 稍稍擦一擦 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个太 太拖沫了 淡淡的往外延伸一下 山前山河 稍稍擦一擦 山的这个转折 稍稍擦 好 好 调这个 调这个中等木 马上 稍稍擦一擦 调中等木 然后 笔尖条龙摸 调一调 笔尖条龙摸 然后 我们把这个 山头画起来 车锋画 车锋画之后 它这个 有这个木色的变化 哦 比较中等木 是比较中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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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较调一点的熟 车锋 一看中文的文章 这里毕竟沾一点点水 把这里往下 压一点点 毕竟沾一点水 这句末世就会变化 这里要淡一点 毕竟沾一点水 毕竟沾水 少少擦一擦 好 这是前面一个风 这是中风的 中末的 干了以后会淡一些 我们继续往后 这个刚刚调的这个重点末世 调一点水 淡点水调进去 调成一个淡末 比刮一刮干一点 把这边上的 比较淡 很明显 擦 一边割一边擦 一边擦 还是这个淡末 两边很明显的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继续往下 好 比一条 这个淡末 比一条 比一条 沾一点点水 把这个 前面是淡的 后面是深的 已经沾一点点水 这个末世就发生了变化 我们看近一点 我们看近一点 我们再调一点点 再调一点点大墨 这里再加一笔 再加一笔 盐起来 这个墨色比它要大一些 这是两个缝 大小都不一样 最好这里能够空出来 这个是连上了 不应该连上的 这应该是空出来 还是这个弹幕 这边的一个风 侧风 有线条 有参差的这个木色 不要不要靠着它 这地方留一点空 是刚才这个没有留出来 应该是留一点空 这个丝头有大有小 有些变化 侧风 侧风画 侧风画 这是一个 一个比较大的风 比较干干的 不要太湿 这往下 插一插 这边 这里要留一点空 要滑上去 这是调弹幕 比起调一点点 中等幕 调一点点 我们把这个三头 车锋大饼 淡墨 比起调一点点浓墨 开始划散透 这里对一些 幕式的变化 感谢观看 这下背要画成一个平线 有的地方 适当地往下延伸 还是这个淡墨 淡墨要多调一点 在淡墨里面加水 或者加墨 让它发生变化 在淡墨 我们下个三 在淡墨 再添水 添一条 也就更大一些了 已经调一点点这个淡漠 你添水调一调 我说淡一点 这里画这个 比它要淡 画这个后面的风 比它淡 这里边比它 比再一点水 往下来一点 比再一点水 淡漠比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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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几个风 然后比再淡水 调一调 更淡的颜色 我们讲墨色是 蛟龙中淡青 这个应该是青墨 比坚调一点点淡墨 这 你淡水 往下记一下 比淡水 淡清水啊 不要 水盆 不能是浑水 比淡水 浑水 浑水 这个 山就画完了 马上山上面 还要点一些台点 给它完全干了以后才可以 水 是 有 有 有 水 做 水 辣山 山 贸 里面 感谢观看